本节目由极特鞋谈官方店铺独家冠言播出 这是一双在2019年9月15日EP517的结尾中 我给大家承诺的不确定会不会带来长测的KT5代 回想它的实战体验其实是一双中规中矩的实战鞋 高方鞋面保护到位中底不软不硬抓地也没有毛病 要说为什么不太愿意继续穿着进行长测 怪就怪它的鞋面太过于用心 罩面设计有点多余 超高鞋帮也不是我最需要的 并且它还有点沉 这是后来推出的KT5 Pro版本 看起来没什么不同 只是给你换成了双碳板和特质鞋垫 一般人看到第一反应肯定是 哇好良心啊买它 但我想说的是 普通版本的KT5问题根本就不出在抗扭上 这是KT5的破坏神版本 这个就比较像文化鞋了 我们就不会讲这个了 这是无罩面版本 这个看起来就有点意思了 但是今天的主角也不是它 而这双淡黄色版本的KT5D帮 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鞋鞋 欢迎上台列给极客鞋谈 这双地方鞋有种焕然异性的感觉 尤其是鞋面基本上不一样了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双鞋的颜值怎么样 如果喜欢低帮版本的颜值请扣1 如果喜欢高帮版本的颜值请扣2 这次的话我自己是稍微偏向于高帮版本的 虽然实战归实战 但是颜值而言我觉得高帮版本更有特色一点 所以我扣2吧 接下来就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实战之后 我会更加喜欢这双低帮的版本 这次的中底采用的是Aflash Foam++++ 这三个家就很有意思了 让我想起了小学的时候写作业 我们的班主任会给我们的作业评分 一般好一点的同学的话会拿到A++甚至是A++++ 而我是属于A++++的那个行列的 当然我好像没有怎么见过有B的 这种评分机制其实维持得好一段时间 直到那个学期的某一天 突然间有个同学拿到了A4个家 于是打破了这一切的宁静 几位小学霸又开始了他们的良性盘比 说回鞋子我比较希望它下一代不要采用什么Aflash Foam5个家 那就其实是告诉我们在换当不换药 没有什么时事善导区别 但说是这么说 它的中底脚感确实跟高胖版本不太一样 总结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相较于高胖来说更加轻弹了 弹的感受在于前掌在保证离地高度合理的情况下 能给到我们一点点软弹的感觉 这种感觉在我只用前掌进行脚步调整 起跳以及落地的时候就显得非常舒服了 不会因为硕力面积减半而造成缓震脚感不足的问题 13小技巧也分享给大家 极听跳投的时候 球晕掉了没有关系 将原本要用的一步极听变成小跳步极听 重新调整自己的重心 把球投进就可以化解一切尴尬了 当然如果球没进的话 那就回去好好练练吧 后挡部分的表现差距就比较明显了 它有着更加软弹的回馈 前期的表现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也不会因为看起来好像有点软有点高 而导致什么后跟不稳定的情况出现 是没有的 它的重心属于正常水平 不会偏高也不会非常贴地 对了 以防万一有新的观众 我重新再说一遍 我的身高1米87 不用再质疑 因为会有观众在见到我本人的时候会跟我说 鱼哥你看起来好像比视频高好多 我真的是实打实的1米87 只会高不会低 另外我的体重是77公斤 然后最近没有什么变化 打法的话是七头三突 更觉得是会有人问我 鱼哥为什么你真人这么黑 你视频里面是不是看了美颜 这种问题问出来就真的很伤感情了 我真的没有看美颜 好说回鞋子 其实它中底变化最大的优势 并不在于脚感的提升 而是它重量的减轻 通过鞋面与中底的共同努力 同样是44.5码的低帮 要比高帮减轻大概120克的重量 我试过连续两次充分起跳风盖未随 虽然自己的反应速度真的是慢了半排 但是仔细看的话 我第二次起跳的高度其实跟第一次基本上是没有差的 所以目前这个FH Foam三个家给我的印象是 轻质有缓震 回弹不会很爆炸 但是也有一点 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 我觉得比高帮版本是要好一点的 但是我会比较担心它的耐用性 因为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这种脚感的球鞋 应该不太属于经久不衰的那一类型 如果穿着的频率非常高 或者是一直在起跳落地起跳落地的话 可能后期的性能就会有所下降了 中底抗扭的配置其实跟高帮是一模一样的 外置这一块tpu再加上中底肉眼可见的抗扭片 保证了整个鞋子中底的刚性 弯折点的话稍微有一点点偏厚 但是中足部分的话抗扭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硬是要对比整双鞋子的抗扭的话 低帮版本肯定是要弱于高帮版的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中底材料 用硬度继续怼一下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低帮版本的中底材料比高帮版本的话是要软一点点的 第二点的话是低帮版本的鞋面部分 刚性肯定是变弱了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肉眼可见的 就不需要解释太多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 整个鞋子的抗扭跟它鞋面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非常极端的情况 一个休闲鞋的中底配上了喷泡的鞋面 那么它的整体抗扭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你们自己想象一下估计也能猜到 实战的时候做对抗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虽然最近打球其实都挺养生的 路人局每个场地就限制人数 朋友局因为我的体重重了一点点 大家都不太愿意跟我对抗 那就只能找我的大体重工具人朋友 和一些不认识的路人稍微顶一下了 整个鞋子的稳定还是挺足够的 鞋面是整双鞋子 区别于高帮版本最大的亮点了 它采用了我平时不怎么喜欢的一体式编织鞋面 号称infinite 这个应该是有一点点协议infinite的意思 但我的结论是鞋面的表现喜大于优 首先先说一下尺码方面 我还是选择了我不得不选的44.5码 安踏43是直接跳到44.5码的 对你们放心我肯定是尝试了43码的 在专柜的时候 我穿了两只鞋子来对比一下他们的感觉 在斟酌了很久之后 我最后还是选择了44.5码 因为穿着休闲袜能够感觉到43码已经有一点点顶脚 在实战的时候肯定会让人受不了 那么在回家配上了篮球袜之后 就发现整双鞋子的包裹性非常不错 除了鞋头大脚趾的区域 也就是反光涂层的区域 有一点点空隙以外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非常紧实的包裹 一开始其实我会非常担心这么薄的鞋面会有泪脚的感觉 而实际上在我第一次穿着的时候 我在打击的时候打得非常紧 确实出现了泪脚背的情况 但是只要我在打结的时候不要拉得太死 稍微比平时放松一点点就可以完美解决 在实战中也不会有什么鞋子松动的情况 也不会觉得泪脚 以防万一还是有朋友觉得泪脚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将这个鞋子翻进去 形成一个双层鞋面 然后泪脚感觉肯定就会明显减弱 但说来说去纠结那么多 还是因为它设计上有一个小失误 拉开领口之后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里面是有一层内靴的 而这个内靴如果再往上一点点的话 就可以刚好覆盖我们打结的地方 所以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少一点点 我突然发现好像把它这样子翻出来也是可以的 这样子的话好像比刚刚会好看一点点 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反正我自己是可以通过调整鞋带中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整双鞋子在我看到图片的时候 最吸引我的点在于它的鞋带口 在它的鞋身外侧有三排鞋带口 内侧的话有两排鞋带口 这些都是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需求 来DIY我们自己绑鞋带的方式的 如果是脚比较胖的朋友可以选择最内侧的这两排鞋带口 如果是比较瘦的话就可以把它绑在更加外侧的地方 这种类似的设计我记得出现过在Harden2代的外设TPU上面 当时宣传的时候也是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整绑鞋带的方式 另外还有款应该是詹16也是类似的这种可调节的方式 如果大家还想到有什么类似的设计的话 也可以欢迎补充一下 在实战之前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对右脚的鞋带进行了重新的调整 但是在比赛中有一说一 两只鞋子并没有感觉差距非常明显 也许是因为我自己DIY出来的方式跟它原本相差并不是太多 在之后的尝试中我会探索更多适合我的方式 你们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我觉得是挺有趣的 实战中进行一些小的跳步的时候 支撑性都是ok的 鞋面的形变没有很夸张 长测的时候我会尝试更多更高难度的动作 不过可以提前说明的是它的鞋面支撑性 相较于高帮来说是有所下降的 在做侧向凳地测试的时候就能够发现 在场地非常干净的情况下 这种距离基本上是没有的 可以看到高帮的鞋面更加稳定一点 目前实战还没有翻车 希望它在长测中不会因为鞋面强度的下降 而造成什么翻车的现象 那就真的是非常可惜的 目前来说我对它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因为虽然它鞋面的材料变了 可能强度下降了 但是它外侧的一些侧墙设计还是在的 另外低帮鞋毕竟是低帮鞋 这种领口虽然包裹性很不错 但是保护性就是非常一般 并且我看它的样子也不属于那种非常适合戴护踝的 我估计这种领口撑久了之后会变得松松高高 也很难看 所以如果是脚踝不咋地的朋友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最后就是群里的朋友有跟我分享一下 他去商场中试穿这双鞋子的感受 他觉得这双鞋子对扁平族的朋友是比较友好的 因为它的足弓部分有一定的支撑 并且这是跟微少山对比出来的结论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它的足弓区域确实是有支撑的 外底的纹路就没有什么变化了 跟高帮版本是一模一样的 整体表现也是非常出色 虽然在非常多灰的外场打起来非常吃力 基本没办法全力冲刺 蓄好力准备加速的时候感觉脚底是飘起来的 这基本上就是场地的问题了 我估计只有钉鞋在上面才能够站得稳 在干净的室内场地就很舒服了 投完三分知道自己要打铁了 就赶紧偷偷地跑到篮底 悄悄悄地把球偷回来 然后再补篮 做任何动作脚步都是非常干脆一细合成 完全没有出现过任何打滑的情况 在条件不那么极端的场地上 基本上不用太担心 耐用方面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外底橡胶的硬度在70左右 肯定是不至于橡皮擦的 在2019年总结的时候我说过 安踏在去年一整年里面没有什么让我非常惊喜的篮球作品 这一款KD5的低帮算是挽回了一点点分数 它算是一双在我实战一场之后就决定可以长测的球鞋了 性能非常均衡 没有什么明显短板 400多能够买到的价格也还算是不错 但我觉得整双鞋子最吸引我的点 在于它虽然是KD5的低帮 但是它的鞋面经过了重新的设计 中底也进行了更好的调教 算是非常用心的再推出一款正代的低帮了 低帮版本 Lowcut 很多球鞋真的就是一刀cut下去 然后就给你一双低帮了 从品牌的角度来思考的话 其实也是能理解的 商家做生意 目的当然就是为了挣钱 不然的话要怎么运营下去 不然的话怎么投入新的研发 做更好的产品 如果说用爱发电的话 那就是慈善家了 就不是商家了 但是如果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的话 就会觉得很没意思了 就只是将帮给拿掉了 就变成一双低帮 用白话来讲的话 我考K 我再回想我所知道的球鞋 有没有像KD5 这样子高帮低帮 有那么明显的设计上的差别的 想了一圈 最先想到的就是 詹姆斯的正代 它永远都会推出一双低帮版本 而这个低帮系列是我永远不会想去尝试的系列 实话实说 虽然是键盘侠的云测屏 但是我觉得 詹姆斯的鞋子重心肯定是不会低的 配上的低帮设计真的是 连我的脚踝都会怕 当然如果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话 非常欢迎大家打我的脸 毕竟我是真的没有尝试过 除此之外 我就想不到有哪个系列是 从高帮变成低帮的时候 是经历了重新的设计了 所以目前而言我对这双鞋子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次这双蛋黄的球鞋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实战体验还是留在长测里面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